回到第三節的掌權天下 其實我曾經玩過國際橡棋 後來我覺得中國橡棋好像比較好玩 可能我不夠深入去看 所以已經忘記了幾十年前 你不會玩過什麼印度橡棋 當然不會 我的人是古靈精怪 你有沒有玩過四盤的橡棋 即是把四盤的橡棋放在這裡 中間有一個四方形一起玩 其實有很多這些變化 我以前小孩子在街上 斗膽去挑戰殘局 從未贏過 當然 你給一元去挑戰殘局 他就知道他會賺你的 你選什麼顏色都是他會贏的 他有練棋譜 中國人就浪費一些精神在那些地方 到了元代之後 明代開始有類似槍炮 但其實你可以看到 明亡和清亡 都是武備有問題 你知道嗎 去到明成祖的時候 他除了五軍之外 通常古代分五軍 東南西北中 他有一件事叫做神機營 什麼叫神機營 神機營就是槍隊 這班神機營等於明代的特種部隊 他們後來一路演化 我們今天說 打倭寇 施繼綱很厲害 對嗎 余大柔很厲害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如果用一個 現實的角度 看歷史 我是喜歡用現實角度來看歷史的 我是相信黑貓白貓 我不相信 因為現在我不是得罪 那些李傲 其他人寫的歷史 他們是文人寫的歷史 他們是根據以前 我們那些知識分子 古代是會當官的那些人 用他們餘生的角度來寫這個歷史 那有什麼毛病呢 譬如在明史 我覺得有毛病 明史裡面第一件事 就是低典的那些宦官 你記不記得 是不是 明朝亡國就是其中一件事 就是萬官當政 什麼客視啊 什麼鬼那些 好了 我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明朝的皇帝 為什麼去到 後來改造 改個年號叫嘉靖 嘉靖 靖親就是一定有匪 我才去靖 有賊 我才去令他平了 這個叫做靖 是不是 嘉靖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時 你想想明朝 由太宗之後 他的孫子 已經出了土木堡之役 被人俘虜了 被也先蒙古俘虜了 後來應中復辟 北方蒙古仍然是一個大威脅 北方蒙古仍然是一個大威脅 去到中業之後 還多了什麼呢 多了一些倭寇之聯 跟著 西南如果你們看回歷史 西南而是有 女女造反的 就是今天 雲貴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周邊 都被人圍著 土木堡之役的時候 也先蒙古打到北京城口 你知道嗎 北京外圍 有個郊外保衛戰 所以你看到 明朝其實不是很安寧 周邊不是很安寧的環境 所以當時 就是用家政 到了明武宗 死了沒有兒子 於是換了 表弟出來 那時候 為什麼明朝 這麼多太監用事 簡單說 如果 你把太監 就變成皇帝特務 而把所有的士大夫 就變成AO 那你就明白為什麼了 明武宗死了 然後那個叫什麼鬼名 忘了他了 他當了皇帝之後 他想封回他的父母 做皇帝 那些 那些士大夫說 不行 於禮不合 不可以這樣封回 於是就出現了一次禮儀之爭 於是這個皇帝不見士大夫幾十年 就是這班AO 和我對著幹 所以我就用 行使我的權力 我就找我的特務機構 太監 然後就找我的特務的軍隊 去錦衣衛去做事 戚繼光的上司是誰 是身為錦衣衛的胡宗憲 胡宗憲就是胡錦濤的祖先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時萬曆時 萬曆時 萬曆時 那班 太監 控制那些軍隊 是有效地 壓制了蒙古 壓制了 日歌寇 壓制了這個什麼 但是 那時候罵 萬曆接著就罵東林黨 是不是 東林黨就是現在的餘生社 又說什麼史可法 又這樣那樣那些人 那些毛病就是什麼 這班是書生 就是AO來的 不懂做實際社 好了 到了萬曆死了 天啟和 崇禎 和崇禎 名著妄國 天啟和崇禎的特點是什麼 是剷除幻冠 胡宗憲就是那時候被奠的 就是回鄉下 嗯 一旦沒有了這個武備 接著還聽別人的反間計 把 熊成仇 被殺了那個 打死路爾哈赤那個 他就是用神機型 用紅衣大炮 打死路爾哈赤的 所以你看到的 這個就是 重用AO 將那些技術官僚 排擠於控制之外出現的毛病 我們的東莞人 死了 袁崇煥 袁崇煥 對 袁崇煥 你知道我是東莞人嗎 袁崇煥 我也是東莞人 所以我知道 就是他 他真是千刀萬寡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受的刑是 真是在身上割一千刀 然後靈池 靈池就是割一千刀 靈池就是這樣 對 然後你知道他後來 為什麼他的 部長收了他的屍 在北京首分 首到現在 就是那個故事 這個就是 放棄武備 那些AO 不做實際事 只能說論詩論文 論道理的人 所以去到 李自成要打入北京城 崇禎說 將自己皇帝的錢拿出來 叫那些官 各個夾錢 無兵 抵抗他 結果那些官做什麼 第二天全部告病 退潮不出現 即是你叫那些AO去承擔 他不肯承擔 這個就是 武備不得的毛病 明白嗎 好了 清朝 去到尾 大家明白 其實 慈禧曾經奮發過 他是聽李鴻章的副話 去德國訂 兩隻鐵甲籃 去德國 引入兵工廠 向武漢 整槍 所以為什麼武漢做 你知不知道文初的時候 那些捕槍 武漢做是一些國產最優良的捕槍 武漢當時是工業重鎮 是滿清末期的時候 已經開始打造成一個 兩個地方 一個武漢一個南京 但是因為甲午戰爭 一獲過 輸了 那些 滿洲大臣 乘機落藥下去 慈禧迫於形勢 就唯有點了李鴻章做兩港總督 來廣州 所以李鴻章來過香港 李家厚人還在那裡 還住在香港 我遇過李家厚人 當然做生意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整個局 整個局 又是武備不周 這個毛病 其實就是 當你這個社會 升平了 和平了之後 你現在叫香港人去打仗 我們那些佔中打布 那些都未行 不要說這些 那些警察 每個人都手無薄雞之力 這樣 是不是 商場上被人打 你會看到的 你說的沒有 是很差的 但是我們再說矛盾 矛盾 固然是我們讀書 蛇以子之謀公子之盾 就是一種衝突的場面 但是 其實古代 中外都一樣 是這樣的 對 一種公共的意思 很簡單 去到熱兵器時代 第一場人類 是武器 超越 人的 戰爭是什麼 是南北戰爭 美國的 是 知道為什麼嗎 直到拿破崙1815年的時候 歐洲戰場用的主要武器 士兵用的武器 都是無率槍 在滑鐵爐戰爭 英國 有一小隊的連隊 是拿了來福槍 剛剛開始發明 那麼 無率槍和來福槍的分別是什麼呢 無率槍的槍桶 是光滑的 它塞的彈是圓形的 有一顆球 所以射出來的那顆球 經過空氣 其實它是受空氣的阻力 是會滾動的 所以有機會 它是不准的 如果大風吹歪了 歪了兩公分 或者歪了兩尺 那就不准了 好了 當時英國人就開始發明 來福線 Rifle這個字 來福是為什麼 來福就是那支槍桶裡面 是刻有一個 好像螺旋形的紋在那裡 一條坑 那條就叫做來福坑 來福紋 所以那支槍彈呢 就開始不用 圓形 而是開始用一個 像一個長的 像一個 像一個 尖頭的 像一個 尖頭的 所以一開槍的時候 那支來福線的 火力壓力作用 那支槍彈出來 是自己會轉的 因爲自己有一個中心鑽力 它就會 依著來福線的走 對 對空氣的阻力 就會有一個破壞作用 就可以準很多 還有高速一點 好了 當時 拿破崙的開槍 是要怎麼說的 當你看到敵人 the right of your enemy 你才開槍 什麼叫 right of your enemy's eye 就是 敵人的眼睛 眼白 你看到他的眼白 那就夠距離開槍 要不然你打他 不死 因爲今上就射不到 來福槍令到什麼呢 令到你可以很準 很遠很多 射到人 所以在南北戰爭裏面 美國兩邊的死傷率是高很多的 是 好了 還未 再下去 因爲那時候是一百六幾年 六一年左右 再下去 過多五十年 死了 糟糕了 當有機關槍的發明 第一次大戰的時候 就是機關槍把兩邊的陣營 可以一個人射幾十個人 當時那些英軍 法軍早期 還是根據號令 衝啊 衝啊 從戰爐爬出來 就衝去別人 對面又有鐵絲網 又有機關槍陣 那你就永遠都死了 所以爲什麽 第一次大戰的死傷這麼厲害 幾千萬人和 好像千幾萬人 我沒記錯 那理由就是因爲這個 好了 那當時因爲 只有矛 武盾 後來的突破是什麽呢 就是英國人發明坦克這件事 早期的坦克是一個很方形 尖頭尖尾的 很小月價 不是 最主要的問題是 他用兩個理帶 可以衝過那些 高低起伏的戰號 以及把那些鐵絲網照衝過去 因為他的形狀就好像 水箱一樣 英文譯就是Tank 坦克這個字 這個就是突破西線戰爭的疆局的開始 由此開始 坦克就主導了陸軍的戰場 當時主導陸軍戰場 英國人和德國人 大家對坦克的觀念就有分別了 法國人和英國人的坦克是怎樣 坦克是一架坦克車 或者四五架坦克車 就帶一些步兵 步兵就在一個坦克車後面 跟著他走 即是突破 突然之後那些步兵就進去了 德國就開始立體戰爭了 就是所謂閃電戰爭 閃電戰爭是怎樣的 我根本就所有坦克車集在一起 二十幾架或者三十幾架 然後我所有的兵是怎樣的 用一些理帶的或者車 來裝上我的兵 甚至沒有的時候 那些兵是爬上了坦克車上面 然後我先用飛機上面轟炸完之後 我就把坦克車衝過去 當你四十架坦克車對著一兩架 小坦克車的時候 對面一兩架坦克車的時候 肯定贏了 所以第二次大戰初期 德國勝利的原因就是這裡 這就是用盾打贏過馬尾 但是到了蘇聯 就抄了這套招 我用它優良一點 因為當時 德國用的 最初用的是 一營二營三營四營 其實炮的口徑 很薄很小 百多毫米 蘇聯 就用那隻T-35 形形就像金字塔一樣 兩邊射的 炮塔在上面活動完遍 所以他的炮 因為斜了 受了一些彈 彈開 不是那麼容易被人直接撞過去 所以他們的優良性 以及他的車快 到德國人發覺 他們的四營 不夠人打 開始製造的炮坦達 和老虎坦達 Tiger 對 Panther 但是太重了 甚至有叫Elephant 那時候 六十多噸 但機器不能支援 為何要弄到那麼大型 把兵運進去 盾大一點 裝甲厚 明不明白 他就是因為 那幾次T 頭四營的裝甲薄 被人砲中了 你就玩完了 所以Panther Tiger 那些全部 打算用後倉甲 但是 你的引擎跟不了 所以你的車就慢 慢你又死 T-35行得快 人家可以逃避 所以又輸了 我是親眼目擊 怎樣可以截停一個坦克 六四的時候 長安大街 那個 你車的坦克真的很厲害 它滾過了 那些理大 嘩 你就算是 換洋這麼高的鐵欄 它一下子就壓低了 但是這樣 它壓低了 那些群眾 重點是拿回鐵欄 把鐵欄插進去 那些理大中間 中間的位置 插一兩支都不可以 很多 一起插 它才可以 扣停那條理大 對 所以為什麼你站在這裡 這個就是解放軍用的 你有沒有留意到 美國坦克 這兩邊是有兩塊護板的 遮住的 就是不讓你做這件事 遮住的理大 是保護理大 因為就算我用一支炮 一射 用手提的火箭炮 一射 如果你的理大 炮了一腳 你的車已經停了 所以用裝甲來保護 好了 所以到了現代 你知道裝甲也變了嗎 今天美國英國用的 叫做出行 出行是什麼 當然 越厚的裝甲 你當然是越擋得到 但是很重 車重 走得慢 於是 你把裝甲打斜 射射的面 表面上是厚的 如果角度不適合 是彈走的 所以你看到所有的 現在的坦德車 前面的裝甲都要斜下去 好了 剛才你說的 就是那個輪子 兩邊都要保護 所以有兩塊 好了 現在那隻 是英國發明的裝甲 它是用什麼呢 你知不知道 休息一會 前頭回來告訴大家 回來最後一節的掌權天下 究竟英國發明的是什麼呢 原來它是用甲心板 什麼甲心的金屬板 不是 金屬板 到今天為止還是一個軍事秘密 實際上怎麼樣 沒有人知道 是表面兩塊 是鋼板 中間 是夾了幾層甲心 是磁板 是磁板 我們用碗的磁板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要毀滅一輛炮安達車 現在不是用炮彈來射穿它 現在你看到那些 敘利亞戰爭 有一個人托著一枝很長的 前面有個頭的 像迫擊炮 但是那枝炮是很尖的 知道為什麼嗎 那個是穿破力 沒錯 它只要在磁板車那裡 撞到一個洞 裡面那些火藥 就會變成一些流彈的火 就是油火地衝進去 就把你的炭車裡面的人燒死 明白嗎 那你就玩完了 要不要打你吃 散車就破壞它 沒有這件事的 因為這樣 你說 磁器是不是最耐火 為什麼你用來煮沙波冷餐 為什麼你用來煮沙波冷餐 但是磁器碎的嘛 所以在外面找 那它怎麼做 我沒有人知道工藝 但是那個目的就是這樣 那它就讓它有什麼好處呢 我塊坦德 我塊東西這麼厚呢 是輕了很多 所以今天你看到那些M1 美國賣給台灣的坦德車 不是它現在古老的M48 它舊的M48 是韓戰的時候用的 是法拉車來的 明白嗎 新買的M1 現在美軍自己用來打波斯灣的 那些 就是全部用出合的 大陸有沒有用呢 不知道 那除了這件事之外 你有沒有留意到 現在你看那些紀錄片 看那些新聞片裡面 那隻坦德車 背著一塊二塊 一個個盒仔 知道那些是什麼嗎 那些炸藥 其實是要保護坦克的 在外面炸爆了它 不是 它的做法就是這樣 當你的坦德車 當你的炮 一射射到炸藥裡 它後面厚一點 前面薄一點 它就反爆炸 那麽就將那個衝擊波 抵消你的那個衝擊波 即是你打一槌 我打一槌 大家兩槌 這樣頂住 我燒了 你打不到我 所以現在你看到那些坦德車 後面 全部到處掛了很多這些東西 有些呢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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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軍的車 在外面 有個鐵網 有鐵架 那鐵架 那鐵架 來做什麽 第一個 引爆了你 那個 射尼的東西 那你衝進來 我的真裝甲 那裡的衝擊 就小了很多 因爲 他們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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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軍用的車是很小的 所以他們 那些 重量很輕 明白 等於現在台灣 其實買的那些 M1 有出事的 你知道嗎 台灣的M1 是大約60噸一架 很多台灣的橋是過不了的 所以他們說 他們現在的M1 分分鐘是首都保衛戰 用來保衛著台灣總統府 不讓美國 不讓 這個 共軍 拔擊 你說開車的重量 車的重量 是對於那些道路和橋的影響很大 當然 但是問題就是 一來就是 外國有些 在公路上 經常有些 剩車的地方 但是香港沒有的 是的 你不知道哪一架車 是這麼負荷這麼重 大陸才是重要的 大陸有的 即時開罰單 不是啊 大陸的車為什麼半夜行車 就是運重貨 大陸幾乎 價格貨車都超重的 看看它捉不捉 你說在路上對於道路的破壞 但是天橋不是更嚴重嗎 是啊 是啊 你說得對的 所以為什麼大陸有個很大的隱憂 經常都 你經常見到 有時候天橋壞了 說它是豆腐渣工程 很多不是豆腐渣 是那些人超重的 你都沒見過大陸那些貨車 嚇死你啊 裝那些東西 車身 即是我們現在的貨車 我們現在香港的貨車 它可以跟你同一輛貨車 高一倍的 是啊 我看到了 還有雅都出來 是啊 是啊 超重的一定超重的 明白嗎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現在 這就是矛盾的分別 現在大約反過來 就算海軍也是 以前 越炮多就越贏 尼爾遜的時候 打 這個 特拉法家 那場戰爭 他的船 幾十支炮一邊 這個影響到什麼呢 英國的海軍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都是以大戰艦來做概念 就是我的海軍船大呢 我的炮多呢 我就贏了 但是當時的炮最高是去到二十幾海里 跟著就是有潛艇的出現 潛艇就可以躲在那裡打射來 但是這個發展呢 所以去到 對日本人對英國人都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國的海軍不是很強 只是有少量的潛艇來騷擾 所以當時英國這套海軍的戰略概念 是未改到的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 不知道怎樣 他派了兩隻 一隻Repulse 一隻Prince of Wales 什麼叫做威爾斯王子號 還有那隻叫做 Repulse 中文叫做 我只會Repulse 對呀 我知道 派了兩隻船 在新加坡 預備來香港 幫香港守衛 誰知道出了新加坡海 日本全部用飛機 在航空母艦上 下來炸 你就玩完了 就是神風特工隊那些 不是 當時是正式炸的 那當然同樣道理 英國幾隻戰艦 譬如美國當時有幾隻大戰艦 在印尼附近那場大海戰都沉了很多隻 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造就了是什麼 就是航空母艦帶著飛機作為勝利的關鍵 日本人打贏了河威爾之後 偷襲珍珠港之後 他在中途島戰役 他在中途島戰役 衰了是什麼 你知道怎麼解釋嗎 他是把四隻戰艦 好像一個鑽石營一樣 放在一組軍隊一起 當美軍的飛機發現了你的時候 你四隻戰艦就好像被打鴨仔 沉了 沉了三隻 剩下一隻走 最大的問題不是這裏 你沒有了降落平台 日本最有經驗最老練的那班飛機師 全部跌下海 所以後來的日本空戰裏 除了說他的零式戰機 輸了給美國的新戰機之外 其實沒有了一批老練的機師 是日本人失敗的其中一個最大原因 好了 回到現代 現在美國裏面 是有一個大的爭執 在軍事上 就是再做不做航空母艦 有人已經提出來了 還需不需要呢 因為中國人對美國 就是用所謂不對稱戰爭 俄羅斯在蘇聯倒了之後 普京所用的方法 都叫做不對稱戰爭 什麼叫不對稱 如果你跟美國這樣 做14隻航空母艦 每隻要花多少錢 俄羅斯做什麼 我發展3倍音速的飛彈 現在他的新飛彈 是可以打到全世界任何地方 還可以拐彎活角 不需要搞這麼多飛機 對 好了 還有中國是做什麼呢 我 做東風21 夏威夷那個叫關島快遞 為什麼 一打開打開關島 所以美軍沿著日本沖繩 關島 菲律賓那些海軍基地 全都是我射擊範圍 最近一次 他在南海演習 就是在青島射一支炮 浙江射一支 不知道在哪裡射一支 就是這些關底快遞 當時美軍死都要找幾隻偵探機來測東西 看東西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不對勁戰爭 就是令到美國現在退出那個 導彈中導導彈條約的原因 你知道嗎 因為當時冷戰的時候 美國和蘇聯簽了這個約 是規定不准發展五千里範圍內的 中途飛彈 為什麼呢 很簡單 歐洲就黏著俄羅斯 如果美國那時候就不用洲製飛彈 在法國放一支中途飛彈 一射個核彈就中了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是不准 歐洲有這些飛彈 中國不受限制 所以搞了一些東風21出來 現在搞到美國的航空母艦不敢過來 如果真的打仗的時候 美國的航空母艦都縮到菲律賓 關島以外的了 所以他們現在說要分散日本基地 現在美國在討論 就是因為中空21 一支飛彈可以搞到他們這麼嚴重 因為這樣 所以現在整個戰略是開始改變的 所以美國人開始有人咬了 總之要不要14隻航母艦 那些海軍的老而不 當然是說我們要揚國威的 他不知道每一海里是很貴的 當然啦 他養五千官兵在上面 就算不是說柴油 是核動力 一樣貴 戰鬥機升空一次 是很貴的 一年要三分一時間去維修 所以現在中國一定要做三隻航空母艦 你知道嗎 因為預備一隻維修 是的 所以現在他們在做第三隻 就是這個意思 你不用想的 而且中國大陸也銳意發展這件事就是潛艇 對 因為十幾年前在海南建立了一個基地 我們在南海 不用啊 我們旁邊都有 不是啊 萬山群島那裏 我曾經有個師兄 我見過不是啊 在昂船州解放軍的海軍基地 是有個潛艇在那裏 他是停在那裏 我說的是萬山群島那些島 嗯 我曾經在胡錦濤時代 江澤民時代 有人請過我一個師兄去那些地方 可不可以開發旅遊 你知道這個島是怎樣的嗎 整個島外面看起來好像青衣島 那裏面是全部掛空了的 全的潛艇是可以潛進去裏面的 外面是看不到的 現在在中國的沿海有很多這些潛艇基地 但是 屬於小型 那些大型潛艇不知道能不能進去 不知道能不能進去 所以我猜海南那些地方一定有的 海南的潛艇是 因為我們一段時間做新聞 什麼啊 蘋果也有登過 登之前 那些人從衛星地圖 是看到 就是你所說的 是看不到外面有些什麼呢 是因為畫了一個山洞 是呀 潛入基地裏面 潛入基地裏面 那些人只能夠從周邊的道路設施 去評估它 對呀 對呀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所以你現在看到 這個不對勁戰爭 其實已經又開始了 你知道嗎 這次 亞美尼亞和亞派賽中的戰爭 看不看到 土耳其製造的無人機大量使用 就是說 接下來 就會是 無人機 對飛彈的大決戰 無人機呢 是攜帶一個小型的 炸彈 你看多精準 美國人炸彈的亞爾蓋達組織 我不記得 甚至是謀殺伊朗將軍 對呀 第二高職級的 多精準 簡直是炸彈到他身處的車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的戰爭 接下來就是無人機的戰爭 你知不知道現在無人機的戰略 已經在玩這件事 又叫瘋裙 什麼叫瘋裙 瘋裙 你現在有沒有見過有些表演 整堆無人機上了天空 砌一個字出來嗎 玩過啦 美酒加油好像 第二天就被人弄玩了 第二天就被人弄玩了 第二天就被人弄了幾百多二百架飛機 掉下海了 對呀 因為他們的保安不密 訊息加密不夠 對呀 好了 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 我對著你一架那些什麼F35 我有二百架這些無人機一起用過來 你F35怎麼打我呀 我和無人機中間 我們自己因為有IT的關係 我們永遠不會自己撞自己 明白嗎 這些就叫做猛禮勾死的帳 你未來的戰爭就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這架成本很低 但是這架F35 嘩 大佬 是啊 現在兩邊都在發展這件事 你知道嗎 他們甚至是怎樣呢 美國現在發展的是 找一架F35 帶一群蜜蜂去 我來到附近 我的F35不去打 這群蜜蜂湧過去 全部人都在哪裏呢 每個人都在密室裡 好像玩gameboy一樣 但是誰想得到 無人機的創始人在香港讀科大 不是創始人 是領先者 對 現在美國是禁制某些技術 是啊 但是已經不能禁制了 所以你看到 這個是未來來的 未來戰爭的規劃 未來戰爭就好像 我以前看那些科幻片一樣 你知道那些怎樣說嗎 我記得有一套科幻片說的 他們兩邊要打仗 大家按鍵 虛擬到打贏 打一打一場 打完之後 誰輸了呢 你死了10萬人 就在自己那裏 湯了10萬人 我就犧牲了5萬人 就這樣做 這個可以匪夷所思 但是 世界的矛盾呢 一直繼續下去的 現在已經開始出現了 所謂的不對稱戰爭 你知道嗎 現在已經開始出現了 現在普京那隻 剛剛最近新聞的 普京那隻 什麼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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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倍光速那隻飛彈 在潛艇裡發射 你有沒有留意 我就留意這些軍事的新聞 為什麼呢 我對這件事是 謎來的 還有這件事是代表了 人類那個 科技的頂尖 雖然戰爭是很殘酷 但是 真的是影尖 你知道嗎 現在可以在潛艇裡發射嗎 現在普京 為什麼要發展新的潛艇 你知道新的潛艇幾大隻嗎 你有沒有留意過 新的潛艇 蘇聯的潛艇 一隻 等於我們幾乎 旺角的一條街口 這麼長 是啊 你看看人的比例 半條街 至一條街的街口 很多人在船裡 可以在潛艇裡 沒有什麼人 因為全部都放飛彈 還有你也知道 你留意一下 大陸現在發展一件事 令台灣最睡不著的 你知道嗎 是那些萬噸級的燈陸艦 大家可以 如果不太知道這件事 今天所謂的 他們有一隻叫做 五十二 大陸人經常叫他大都衛閃 是用來護航這個航母艦的 因為現在你看到他們去到 什麼非洲啊 那些驅逐艦 大部分都是大概五千至六千噸的重量 嗯 萬噸的艦 現在就是那隻五十二 他可以帶六十四支飛彈 即是他等於一個所謂的大都衛士 即是保護那隻航空母艦 嗯 所以現在呢 大陸呢 剛剛開始有萬噸的登陸艦 萬噸登陸艦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們可以 帶很多登陸艦 在台灣海峽 甚至過到對面 那個毛病是什麼呢 因為台海是非常之風高浪急 嗯 根據台灣的說法 大陸是買了三隻 全世界最大的 在烏克蘭做的 現在的那些叫做Hovercovet 是什麼 那個我們現在去澳門那隻 那小 浮在那小 水溢船還是汽展船 不不不 汽展船 沒有人坐上汽展船 因為鎮得太厲害了 拋的很厲害 全世界最大的汽转船 在烏克蘭製造的 叫做不知什麽牛 買了三隻 他們試過 他們說在台海不行 就是因為風浪太激 所以就是說 其實他們終於歸根結底 仍然要用傳統美國式的德烏艦 但一定要萬噸 才能裝到彈車 當兵團 所以這個世界未來 大家九雲 心理有準備 這些一定是兵空戰危的 好了 今日節目視頻